叫电脑 不是得得得考称号吗 我们这边是花了两分钱的 就不需要称号了 没事大星派大星 咱们这能够换的东西特别多 称号还是有用的 你好好学习 不要不要那个什么 咱们说建计呢 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 中国老百姓不是叫电脑吗 那么这个东西首先你得怎么样 首先就得插电 插电这东西它就相当危险了 是吧 插电就相当危险了 那么所以计算机 首先第一步呢 是电线连接上来呢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硬件层 那么这个有电源是吧 还有CPU画个分扇 还有什么呢 还有内存条 还有硬盘 这是我们计算机的一个本体 真正的样子 这是计算机真正的样子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不知道CPU怎么运转 然后内存怎么样去读取数据 硬盘怎么样去弄 这个得有一套软件去管理它 就是那么这套软件叫什么 这个软件就叫我们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用来管理它 所以操作系统一定是能够 跟这个硬件层直接通信的 不然你怎么管理呢 所以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为了管理它呢 它就有一套专门管理的东西呢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 有时候同学叫Windows内核 也有同学叫驱动 那么其实呢 这一层的总体来讲呢 我们把它称为R0层 也就是所谓的驱动层 这个驱动层的特点是有什么呢 第一能够跟硬件层通信 第二呢可以自由的扩展 那么跟硬件层通信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来讲的会有一个 大家看没看过那个鲁大师什么的 能够看CPU温度 那么CPU温度这典型的跟硬件通信 这个你就一定要通过驱动层来看这个事情 呃 你比如说给内存里读写数据 放数据 呃能看回放吗 可以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也是驱动层是吧 这是驱动层 那么驱动层为什么可以扩展呢 它可以扩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计算机 我不知道你这个将来 比如说很多插口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USB插口 我不知道你是插了个U盘 还是插了个打印机 还有呢 比如说前两天我点开一个小网站 小网站里头里面呢 就是一个直播间 然后呢很露骨是吧 然后应该是因为最近疫情期间 大家那个太无聊玩的都特别开 他们应该是我看那个意思 好像是电脑上插了一个接收器 然后那个接收器呢 在一个在一个另外一个没穿衣服的人的身上是吧 然后两头能够通信 就大概就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就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东西你想想 你也想看 你也想看你自己找 去吧 我不能告诉你 然后这样的东西你想一下 当年设计计算机的那帮大佬 你比方说 那个我朋友也想看啊 然后设计计算机那帮大佬 没想到有一天人类可以用计算机玩这个 没想到吧 那么但是你想一下 这个东西比尔盖茨做操作系统的时候 也也没想到吧 也没想到是吧 也没想到 那这个东西 你想想是怎么样工作的呢 其实特别简单 我首先你只要在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硬件是吧 是一个硬件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插了一个接收器 插进来了 插进来以后呢 然后到了我们这边呢 这个计算机 你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东西沟通啊 所以做这个东西呢 它还得提供一份什么程序呢 提供一个驱动程序是吧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小米震动是吧 登登登 然后这个东西 那么你把这个驱动装上以后 然后我们就能够跟这个小东西 通过我们的主板通行了 包括我们的键盘鼠标 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这就是驱动 那么说这个驱动是为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我们这个打开CE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没有读不到数据的这个事情 读不到数据是个什么原因 那么怎么样读数据呢 在R20层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层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我们的R3层 我们一般来讲呢 得到的就是我们应用的 就是我们应用层 应用层是不能够直接说 我直接去跟硬件通行不行 为什么呢 太危险了 你想想你把CPU温度调到200度 CPU爆炸了 算谁的呀 所以不让你这么玩啊 然后呢应用层去假设 我现在想要去读取内存 那么怎么读呢 你要通过调用API函数 通过API函数呢 调用驱动层的驱动函数 是吧 在驱动函数呢 再去给你读取数据 然后把读取数据呢 再返回给你过来 那么我们有的游戏 它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呢 它在驱动层这个地方呢 它做了把驱动的代码 做了一个修改 或者做了一个 做回调函数 或者做hook 这个专业的术语 大家不用去观众它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拦了一道 拦了一道呢 它自己又写了一个驱动 你比方说腾讯公司的TP 那么它就能够拦截到 你读取数据的所有信息 但是它会发现什么呢 你读的这个数据 是我腾讯公司的游戏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不让你读 那么你打用CE打开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呢 是读不了的 读不了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驱动保护 这个驱动保护 那么怎么样破解它呢 破解它其实也比较简单 那么第一种 我找到你TP 你这个地方 你做的这个破坏的这个事情 那怎么办呢 我把你的破坏给它修复掉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案 但是这个事情不可以这么玩 为什么呢 违法 违法 因为腾讯 这是TP公司自己的软件 腾讯公司的软件 你把这个情况修改了 就相当于你把腾讯的软件去给修改了 那么这个从原理上来讲 这就是违法 典型的违法行为 那怎么样 我们又做了这个事情 又还不违法呢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继续看 你调用API 你是这样调用的 对不对 那么我自己重新写一套读写的驱动 比如说我自己写一套API 是吧 我的 那么我在读写的时候呢 我调用我自己的读写 我自己去访问内存 然后再把结果传回来 那么是不是你的这个拦截 对我就无效了 而我们这个呢 它是没有办法防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写的驱动都不一样 你凭什么防啊 你凭什么防啊 看不到桌面说的是哪种鼻祖 那么这个我们课里这个驱动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把作业做完 可以跟我们助教 我们今天讲完课呢 就会给大家留作业 非常简单的作业 如果 看不到桌面 刷新一下 鼻祖刷新一下 那个事情卡了 刷新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个会给大家送啊 这个可以送给大家 这个是能够把腾讯的TP 然后还有就这么说吧 市面上99%的驱动保护 我们全给干了 是吧 99% 人家说99%呢 因为那1%我们没找到 那么也不敢话说特别满吧 就至少是所有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不针对任何游戏公司 就就只是一个自己写的一个 跟内存通信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谈不上违法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说了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都明白了吧 这个 这个明白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啊 在腾讯课呢 干腾讯TP 哎呀 我给你看看这个 这个干腾讯TP 这 其实我们这儿没有干腾讯TP 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上班会给大家留作业啊 然后大家把作业做了 把作业做了 然后去找助教 然后应该是两个作业 今天会留一个 明天留一个 这两个作业都做了 然后去找助教 领这可以领这个驱动 或者还可以领一些其他你们想要的 我们不仅仅有这个 寒教大家怎么破解别人外挂 都是那种就是一下就能学会的东西 呃 然后 都免费的啊 然后这个这个刚才有同学说了 在腾讯课堂干腾讯TP 我们干的不仅仅是腾讯TP DNF你知道吗 这个 之前因为过年时候我们干这个还被还被那个分过把我们把我们群给我们分了当时 这么卡的吧 这个游戏呢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你得把TP干了 然后还得把检测干了 毒奶粉 对 毒奶粉 就象征的就是你玩过啊 你没你看过挂吗 这游戏外挂特别多 呃 但这个外挂呢 就能能把它就做稳了 还特别难 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示范一下这个东西是能做啊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咱们继续来说了这么远远里都弄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绕回来我们的这个 还有自动过头那当然了呀 呃 稳定刷疲劳 这个一般来讲呢一刷就会爆我们这个不会爆 呃过了TP然后干了检测 呃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我们这个啊 我们的我们想要找到判断 我们现在思路就要找到坐标改变的这个点 就是说你坐标改变这个点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们说了坐标是一个变量对吧 假设我们这个变量叫做X 那么当你向左走一次的时候 向左走那么是什么呢 是不是X等于X减掉一个数 假设你向左走了三个三个那个 去用课程链接发一下 这个链接你不用发 这个你去跟助教你们听完课 把非常简单的作业做了 就可以跟助教去要 跟助教去要 这个链接只是我们挂在那里方便我介绍的 你不看这个我都不要不让人买 这个 我课外作业做不了呀为啥做不了 呃吹牛都有底气了 好没啥老师可以成你一辈子的底气 那么这个首先我们坐标改变这个 这个CJJ代码怎么写 是不是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X等于X减三 这个能理解吧 就比方说向左走三步 这个这个游戏 你知道这个人 我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坐标系是 我们windows这个坐标系是不是零点 平板的解压有问题 呃 这也是拯救太高了是吗 不是 不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坐标这个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没事等你坐出来 北极安良 这个东西你跟助教 呃 你看一下 看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坐标的这个点 是不是这个这个 这个点呢 坐标一般来讲呢 这个地方就我现在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点呢 是圆点 就零零点 然后当我往左边走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就靠近零零点 也就是说坐标是减少 所以当你向左走的时候 是X等于X减三 就是你的这个坐标原来是这样的 人呢在哪呢 人现在在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我想往这边走 那么是不是X轴缩短了呀 所以X等于X减三 明白了吧 嗯 减三不是飘移了吗 嗯 分游戏 这个具体的分游戏 大家明白举个例子就好 呃 我做给你抄 好 X等于X减三是吧 那么这一步我们就到位了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到这句话呢 就是这句话之前呢 前面一定有什么呢 前面一定有判断 那么我们现在想找的就是这一句 所以你要看这一句 它实质上来讲 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X等于X减三 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句要给大家翻译成汇编代码 我们要看一下啊 翻译成汇编代码要给大家看一下 X等于X减掉一个三 那么这个翻译成汇编代码以后呢 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呢 它得把X的内存地址读出来 读到什么呢 读到一个寄存器里面 因为它不能直接以内存来做计算 这就是我们CPU的一个特性啊 放到一个寄存器 比如说EAX寄存器啊 然后呢 下一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看见没有 把X只能读到EAX里面 所以这个是干嘛呢 读内存 对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洛分音都已经说好了 是吧 下一步是 SUB EAX 3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 EAX等于EX减三 然后下一步呢 有同学帮我打好吗 然后呢 EAX 那么看好 这个是把内存读取到寄存器 这个呢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把寄存器 寄入到什么呢 寄入到内存 寄入到内存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执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会发生几件事呢 第一 内存的读取会发生 第二呢 内存的写入呢 也会发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监视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内存 这个内存 假如这个内存我们找到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监视起来 看看是谁对它进行了读取 谁对它进行了写入 就比方说隔壁老王的总回忆 他老婆有问题是吧 那怎么办呢 看看谁进了他老婆家 那么这个就知道了 是吧 就特别简单 那么这个读取和写入 我们找哪个呢 我们找写入 我们不找读取 为什么呢 因为读取是一个特别常规的一个操作 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你走在大街上 看到一个姑娘是吧 特别漂亮 那怎么办呢 多看两眼 那这个没问题的 那么写入是什么呢 写入你想想一听就很邪恶 这个词 想想你至少上去你是摸两把 那你摸两把 那你就 这个事就不好说清楚了 所以写入这种操作 非常贵 我们这里有读取 有写入 为了跟其他的 以其他的东西区分开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找写入 找写入 然后就知道这个了 知道这个以后 那你说对了 如果 那么找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 你怎么要找到它的内存地址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什么 不是 我这不给你们宣扬法律知识呢 然后呢 内存是这么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要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想想 大海捞针啊 对吧 大海捞针 大海捞针的情况 就相当于 你看上一个妹子 这个妹子住在哪呢 住在一个某某小区里面 这个小区有多少户人家呢 有一万户 你要在一万户里面找这个妹子 怎么找呢 那你得提供一个基本的信息吧 对吧 你比方说 你告诉保安说 我要找这个妹子叫什么呢 叫做网铁袋 是吧 那保安就告诉了 这个小区里一共有100个网铁袋 那么全给你标出来 这些都是是吧 这些都是 那么下一步你怎么办呢 结果就保安打了 不会 现在保安不敢打人 下一步呢 你会发现这100多个含很多 那怎么办呢 你要提供更精细的信息 然后你就说什么呢 你说这个我这个网铁袋呢 59岁了 是吧 很有钱 那告诉你 那只有这个网铁袋呢 59岁 还很有钱 你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步步筛选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么CE的功能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CE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可以自己手写的 我们在我们的大课里 将来说会带着同学们 手写一个CE 这样的一个软件的 那么比方说我们要找到血量的这个内存地址 那么首先呢 15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 大家有懂的同学呢 就耐心的听一下 因为我们要照顾很多没有没有看过的同学 是吧 1562 那么首先提供第一个信息 是吧 什么呢 网铁袋是吧 1562 15 哎 我键盘坏了 好了 1562 首次扫描 那么找到这么多 找到这么多 哪个是我们呢 和GG差不多吧 差不多 哎 你们发现到多少了呢 到了1375 1375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血量是1379 大家看一下 1387 那么只有这个 所以你再搜一次1387 再次扫描 你就把它找到了 就把它找到了 卡了吗 没卡 你刷新一下 找到 那么就找到它的内存地址了 是吧 找到就找到它的内存地址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CE的一个基本用法 我们如果大家这个地方 这个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就我们在给大家送的那个资料包里面 有一个CE的使用教程 是我的学生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学会了CE怎么用啊 那么当然我们课不能这么学啊 教你搜索一个内存 然后收你两分钱 那简直就是诈骗 是吧 那么肯定得教大家点别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呢 怎么找坐标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里面呢 没有坐标 看 它没有一个数字给你 对不对 没有一个数字给你 就是你提供不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一个精确信息 那么没有精确信息说 CE它也有办法 是吧 CE它也有办法 怎么办呢 CE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它可以未知的出使者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啊 我先说是个什么原理 就是相当于你要去小区找王二狗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王铁蛋 你不知道它叫王铁蛋 那怎么办呢 先把所有人都给它登记造册 是吧 全登记造册 全记下来是吧 全记下来 一共有这么多 一万个 然后呢 第二天怎么办呢 第二天你会发现 哎 王二狗今天没上班 那么你通过发现说第二天没上班的人 你把它列出来 你会发现哎 这里面有这么多 然后呢 接下来说第三天呢 发现王二狗出去买菜了 你会去买菜的就是王二狗 那么再继续筛选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第一次呢 未知的初始值呢 首次扫描 你会发现结果特别多 这么多 这就相当于把你所有可用内存全给列出来了 列出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选择变动的数值 就是现在坐标不是全列出来了吗 你现在你走两步 你走两步 你的坐标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变化 那所以你再次扫描 就通过这种方式 一步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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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定能够做出来 一定能够把它的这个数据呢 给它找出来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吧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记住了吗 这个地方有没有没记住的 通过这种变动 是吧 懂了吧 我CE的这个没记住 拍大惊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想要海绵宝宝抽你 我的CE中地址那里 怎么没有 当前是先生 周宁是不是你那个版本比较老 这个版本比较老 鼻祖不要慌 如果说是比方说 我感觉有点懵逼 听完了 可能然后说是来的是半路进来的 听得有点懵 那么没有关系 下去有不懂的 我们再给你上小课 把你教会了 是吧 两分钱也是钱 这留着取记法不好吗 就是撩妹还没撩妹 我可以给你们讲讲 那么这个我们会了 这个咱们就原理也知道了 就是原理也知道了 操作也知道了 好 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些 都不是我要教你们的 因为那个都太简单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说的不简单了 我们不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 用这样的方法 速度太慢 是吧 太笨 是吧 太笨 那么我们教大家是什么方法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从一个专业的 C++程序员的角度 就是我们是懂技术的 是吧 跟那些那个 我们跟小学生的 还是差了一个年级的 一个距离的 怎么我的CE搜他要搜好久 老师的搜他秒搜的 是不是电脑太卡 应该也是跟游戏有关系的 那个宣达 跟游戏有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说换一种方法去搜索它呢 就是我们刚才通过变动的数据搜索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有可能也是搜不到的 就是这个东西不见得搜到 就是包括我们刚才通过精确的数值搜索 通过这个数值搜索 还有通过我们这个变动搜索 都有可能搜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还存在一个加密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游戏加密了 这个数据呢 跟实际保存的显示的不一样 那么你就找不到 我给大家看一个加密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比方说 这是一个网络游戏 但今天给教大家这个 很容易捞坐标 你是那个是怎么捞的 咱们先私下里交流一下 稍长我喝个水 这个是我们自己搭的服务器 靶场一直能用 就是没给学员开 因为最近没有时间给他们开那个靶场的系统 你看我们这个安良同学就说了 地图上有坐标的标识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坐标 然后呢就依据地图标识的数据去找 那么这个游戏呢是什么呢 是模糊找 就是因为地图上没有 那么比方说这个游戏 大家看这个地图上它是有坐标的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有坐标的 那好如果这个地方是有坐标的话 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先用我们的老方法找一下 现在我们的X坐标是3614是吧 找到了这么多 然后呢我们再走两步 走两步已经变成了3613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不好意思没有 看到没有 没有 然后呢接下来呢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2126是吧 找右面这个 有一大堆 那么再走两步 再让这个也变一下 这个变成了多少呢 这个变成了2127 你会发现也没有 这为什么呢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加密的 就是你看得到加密了 但是呢你找不着是吧 怎么坐外挂呀 你听完今天咱们课 然后呢国庆 我们会有一个带着大家从头到脚坐外挂 国庆七天然后我们就做七天外挂 然后无敌瞬移 然后这种东西都带大家做出来 你会发现这个没有是吧 没有 那么这个情况很普遍啊 还有我们刚才这个游戏 他没有给你一个明示 那么第一呢用模糊找 模糊找我就不多说了啊 模糊找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我们就做一个做火炬之光的吧 然后呢第二步呢 这个呃 那那个那个我们现在呢 这个这个模糊找我们不说了 模糊找这个东西呢 需要另外付钱吗 是吧 嗯不会给你要钱的 最多最多给你再要两分钱 应该两分钱都不给你要 来吧 鲁瓦鲁是这样的 鲁瓦鲁 就这个技术是这样的 技术是互通的是吧 你比如说你你能跟富婆睡觉 你就一定能跟什么呢 能跟这个二十八岁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欲姐睡觉 是吧 嗯最后呢 你给你找个男人 你还是能跟他睡觉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道理一通百通 不能说你只能跟富婆睡觉 不能跟别人睡觉 魔兽世界我没研究 你们去看一下吧 到坐标加密也 做那个那个坐标这个加密也没有关系啊 加密也没有关系 我接下来就讲 告诉大家加密以后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们编程的时候呢 做游戏要用到一种最基本的技术 也是一项比较老的技术是吧 什么技术呢 这个就叫做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 那么面向对象是什么意思呢 拍声 不是拍声 不是拍声 面向对象是我们看待 就是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看待事物的一种思想 所以面向对象呢 是一种思想 你比如说加瓦 加瓦就是完全面向对象的 我们C++就比较牛逼了 就是想面向就面向 不想面向就不面向 所以C++是唯一的一个编程语言里 比较奇葩的一个语言 C语言呢 就是完全不面向对象 C语言是干嘛呢 C语言就是面向过程 是吧 面向过程 那么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 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就是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你比方说 现在老板让你今天写代码 这个代码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要描述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说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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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项目需求吧 那么写代码的时候如果用我们面向过程的方式写 那么怎么写呢 他强调的是过程 所以在整个里面过程是什么呢 过程当然是上对吧 所以呢 它的重点就变成了上 那么里面呢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一个是谁啊 一个是我 然后另一个是谁啊 另一个是女孩 是吧 所以呢 你看一下 那么就是我们C语言的写法 完全面向过程的一种 一种写法 对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是面向对象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呢 面向对象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要把我看成一个对象 是吧 所以呢 我 然后上是什么呢 上是我的一个动作 是吧 所以点上 然后里头呢 是一个女孩 是吧 他就变成这样 那么我们基本上一看你看 你就会看到面向对象是一个特别好的思想 那么首先呢 看他问题的方式呢 就 就不一样啊 那么一看这个我一看就发现什么样的 哎 棒棒的是吧 棒棒的 一下子能够理解啊 一看这个呢 你就很模糊是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上我女孩是吧 一看就感觉像三个人的动作 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你看就容易产生误解啊 嗯 当你明白这个以后呢 那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面向对象的事情呢 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整个编程的过程 所以呢 所有的游戏开发里面 一定都是用到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的 这个是乌云质疑的啊 如果有没有不用的呢 不用的 你放心 他活不到游戏开发的那一天呢 就被同学 就被他的同事把他给打死了 你不看那个国外的那个程序员 被人给给给给 因为写代码有bug 然后把他同事叭叭两枪给打死了 就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不用面向对象是吧 那么用了面向对象以后呢 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那么面向对象 那么首先你怎么样把这个人物看成一个对象呢 那么这个人物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肯定是有属性有方法是吧 有属性有方法 他有什么属性呢 你比方说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比方说有HP MP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技能点 还有经验 还有等级 还有什么呢 还有金币 那么这都是人物的一个属性 人物的一个属性 那么写代码怎么写啊 是不是首先用一个C语言的class 或者是stract 对吧 然后呢这个人物呢 比方说ARM 那么里面都是什么呢 都是他的属性 你比方说intX代表坐标 intY代表坐标 intHP代表什么呢 代表坐标 代表生命是吧 intMP呢代表内力 这个没有问题吧 那么他这样写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样写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样写的一个意思就是 这样写的一个意思就是 这样写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样写一旦这个对象放到内存里面 那么他在内存里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是连着的啊 就是这每个数据是连着的啊 假如AX内存地址是1000 那么Y的地址就应该是1004 然后呢 这个HP的地址就是1008 这个地方就是100C啊 100C 当然100这个内存地址是随便写的 实际上是这个内存地址是放不了数据的 10080004080C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它的血量 你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 这个人物的血量 找到人物血量 那么其次你就找到了它的坐标 其次你就找到它坐标 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是不是用这个道理 因为它俩放在一起的呀 它俩放在一起的 你比方现在我们找一下 这不是特征嘛 你比方现在我们找它的血量 血量它们都放在明面上 那么这个我们总能找到吧 1002是吧 呃 一共有这么多 那么我们出去让人抽我们一下 变化一下 嗯它不会把所有的属性都加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即使它把所有的属性都加密了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从显示的地方去入手 还是能够把它给找得到 呃 接下来我看一下 它的数据282 290是吧 好 我们一共找到两个数据 那么这两个数据 哪一个是我们真正的血量呢 呃 我们把血量先吃满 改一下 看能不能改 哪个能改 你知道这个改成多少呢 这个改成了200 哎 你们发现这个血量改了 是吧 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个就是代表我们血量的一个 内存的一个地址 是吧 代表血量内存地址 然后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浏览相关的内存区域 在这儿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呃 这个样子 然后呢 显示类型 那么现在看的是什么啊 这个数据 你比方说这个36D呀 什么乱七八糟 这东西是什么 呃 比方说你看到一个36D想起了什么 这不算啊 不对 看到36D大哥 想不到 对啊 你看我们光好难一看就很正常 是吧 36D 36D 16净字数 居然能想到悲咒 36D点 那么这个东西就16净字哈 16净字 我们把它换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换成我们的这个浮点数 因为坐标是浮点数哈 坐标浮点数 呃 那么我按照我们刚才的理论坐标在哪呢 是不是在它附近啊 附近就有可能在它上面 也有可能在它下面 是吧 呃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不确定是在上面 还是在下面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先随便随便走开一段 你拉开 然后你在游戏里你动一动 看哪个变红 你看看这个底下一直在变红 你发现没有 这个底下一直在变红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是坐标 那么是不是呢 你可以改一下啊 改了以后发现 哎这个好像不太像哈 再改一下 难道是我们刚才改的姿势不对吗 1907啊 1907啊 1907 看你会发现人物变了是吧 然后这个是坐标 那么这个呢 也改一下 哎 那么这个是飞行的